华尔战役的第二个阶段的维京黄维兵团 之后就是合围杜律明兵团 杜律明大家应该很熟悉 看过很多的战争电影送起来的都有 这是当时的第二阶段的经过图 杜律明兵团 这里说展示是全线出击包围黄维兵团 压缩作战准备总攻 就当时的旗帜 我们已经听到了前面的音乐 我们走快两步去看两下 这是当时的战争的模型 徐都解放 大家看一下 这是徐都解放的场景复原 这是九重的重机枪 可以发射六层发子弹 这里场景所复原的是黄维兵团 当时是黄维下令 将300辆美式汽车连成一片装满沙子 形成一个绵延几百米的汽车防线 后来被解放军攻破 到时的场景 到时的场景